北宋狄青,自汉城,焚州西河人,人称灭涅将军 狄青家里都是农民,年轻的时候由于家庭困难 也没有上过学,但西河一带的人好习武 狄青十几岁时便骑马射箭样样金属 狄青年轻时,要过一座桥 可一个名叫拦截虎的恶霸却依仗自己身强力壮 武艺高强,不让狄青过去,要狄青和他鄙视力气 拦截虎为了向狄青示威,拿起身边的一把铁锹 一只手用力向坚硬的地面插去 狄青一看,整个大铁锹头被插入土中,深度足有二尺 拦截虎得意洋洋地说,狄青快点给老子认输 免得找打,倒是后悔都来不及 狄青不慌不忙拿起铁锹对拦截虎说 你看好了,狄青拿起大头长方形铁锹 往下一插,可了不得了 铁锹头连带几尺长的木把,一下子插入了土中 深度足有四五尺,拦截虎看得都傻眼了 可拦截虎依仗人多势众,把狄青团团围住,大打出手 不过狄青三下五除二,就把他们打塌下了 可拦截虎继续反攻狄青 最后,狄青为了众乡情着想 决定除掉这个拦戮恶霸,最后把他打死了 据说当地人重新修了座桥 桥名就叫王壮桥 并把拦截虎埋在桥旁 在幕前立有石狮子 一阵拦截虎,寓意用石狮震恶压邪 相间永小太平 后来狄青便去应征参军 好在那时候当兵还比较容易 狄青没有走后门,就办好了参军手续 而且他参军的部队是负责看守保卫皇宫的禁军 有一次,狄青所在部队担任星科禁士就职宣誓仪式的警卫任务 他的一个同事感慨地说 你看人家多风光 我们干一辈子还是一个当兵的 宋朝建立后 宋太祖通过杯酒士兵权解除了军队将领的军事指挥权 为了防止军人夺权 历来都是由文官担任高级的军事将领 军人基本没什么政治前途 但狄青的回答却是 说不定将来我们能走在他们的前头 担任比他们更大的干部呢 十几年之后 狄青的预言成为了现实 时间不长 宁川的李元浩反叛朝廷 建立西夏国 狄青有机会走向了西北延州战场 担任基层军官 在西北边疆的四年 狄青作战勇敢 多次立功受奖 当时宋军经常被西夏军打败 士兵们每次打仗都发出 狄青则每次充当先锋 每次作战时他都披散了头发 脸带同面具 冲在队伍的最前面 十载前后大小二十五战 重流使者八 出入贼中 皆披靡莫敢当 敌人给他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 敌天使 战斗的磨练使狄青成为了有名的天使猛将 当时的西北军由韩琪 范仲淹主政 二人亲自接见了狄青 二位领导与狄青进行了亲切交谈 韩琪关心地问狄青事成何处 狄青不好意思地回答说 没有读过什么书 范仲淹对他说 作为军中重要将领 不知古今 是匹夫之勇吧 要好好学习 还送了一套金装版的左传给狄青 鼓励狄青学文化 狄青便发奋读书 尤其是通读了历代名将的军事著作和军事论文 狄青受益匪浅 进步很快 有一次 刚刚招募的万圣军没有经过战争的演习 遇到敌人经常打败仗 一次敌人大举入侵 狄青把万圣军的旗帜交给了另一支王牌部队 让他们出战 敌人望见这种旗帜 认为容易对付 全军静止冲过来 结果惨败 用书上的话说叫带无一类 就是基本没剩下什么人了 另一次 无奈之下需要以少数兵力对付许多敌人 怎么办呢 狄青事先告诫全军多放下弓箭 一律使用短兵器 传令全军听到第一次罗声就停止前进 听到第二声就撤退 冲锋号一吹 就高喊着冲向敌人 战斗开始了 还没有接火 罗声响了 士兵们都停止前进 接着罗声又响了 又都撤退 敌人大笑起来 谁说狄青是天使猛将 没想到此时冲锋号吹响了 士兵们一下子冲向敌人 敌兵大乱 互相践踏至死的 数都数不过来 历经十余年的时间 狄青从普通士兵一步步成为了疏密副使 比岳飞早多了 是大宋朝开国以来从士兵出身的第一人 宋仁宗也听说了狄青的先进事迹 非常感动 很想接见狄青一下 但当时军情紧急 又没有飞机火车等先进交通工具 无奈之下 让人画了狄青的像送到首都 以求先赌为快 北宋时为了防止士兵逃跑 都在士兵的脸上刺上字 这时狄青的脸上仍然保留着原先刺字的印记 宋仁宗亲自送给他消除自己的药 狄青却说 皇上你不论出身 以军功提拔我 让我今天在这么高的位置上 我愿意留着这印记来鼓励士兵们 这时候 广西一个将农之高的又反叛了 派去的人都不顶用 于是狄青请战 宋仁宗答应了 贵为疏密副使 就是打败了敌人也不可能再有更大的奖励 万一失败了呢 狄青可没有考虑这些 他考虑更多的可能是责任吧 一到广西 考虑到士气不高 狄青下令休战 可是就有人不听他的话 擅自出战并且打了败仗 第二天一早升堂 狄青二话没说 将相关责任干部三十人赶出去砍了头 猪将鼓励 所有的干部下得大腿直发抖 够厉害吧 一时军纪严明 此时正赶上元宵节 狄青通告说要放假十天 军营中张灯结彩 第一晚宴请各路将领和机关参谋 第二晚宴请基层军官 第三晚款待广大军事 第一天晚上的酒厂通宵达旦 第二天晚上十点多 狄青忽然说有病 站起来进去了 一会儿让人告诉副手 要他暂时主持宴会敬酒 自己稍微吃点药就出来 又多次派人向座上宾客劝酒 诸位将校都不敢离席 拂晓时分 忽然有人飞马传报 当夜十二点左右 狄青已经带人夺取了 敌人占领的军事要塞昆仑关 兵贵神速 出其不易 高人自有高招啊 紧接着 狄青出骑兵 一举平定了农志高的叛乱 回来后狄青被任命为疏密使 相当于军委第一副主席 成为皇帝一人之下的最高军事长官 而岳飞的最高职务不过是疏密副使 狄青成名后便有人想叛关系 因为自称是敌人杰后人的带着一幅敌人杰的画像来找到狄青 想叙叙家谱 这是好事啊 此人能沾狄青的光 而狄青也能借一下狄人杰的名头 可是不尽人情的狄青却拒绝了 一时继遇 岂敢自负良公之后 这其中的诚实和坦荡表达了一份多么宽阔的胸怀 纵使狄青传中一点也不吝惜对狄青的一美之词 说狄青为人甚密寡言 行师先政不武 名赏罚 欲是同机含劳苦 虽狄促犯之 无疑是赶后先者 故其出场有功 有喜推功与将组 这也是狄青作为军事将领 能够取得成功的原因所在 狄青起行武而明动一下 深臣有谋略 能以卫胜保全忠实 尽管这样 狄青还是受到了无端的猜疑 宋人宗念狄青功劳 不忍这样对他 说狄青忠于国家 但宰相文彦博却说 本朝太祖也是后州忠臣 于是宋人宗同一面去狄青的官职 让他去任陈州通判 但文彦博还不放过狄青 还经常上书造谣狄青 于是朝廷常常去慰问狄青 后也有人问文彦博 为何要这般对待忠心耿耿的狄青 文彦博说 无他 朝廷一二 好一个朝廷一二 比之岳飞的莫须有更直接 狄青看自己对大宋忠心耿耿 朝廷却这样对自己 一直郁闷不乐 在陈州的第二年 狄青由于窗发去世了 后来宋人宗念及狄青的好 被赠官中输令 嗜好五香 宋朝本来就有众文清武的组织 文彦博此举 可谓是对大宋将士的军心 进一步产生了深远影响 此后北宋将士更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谁还敢奋勇杀敌 这导致宋朝纵有好男儿也难以积极进去 靖康之耻也就在所难免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